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AMC10 Counting and Probability组合专题 组合专题呢 它是数学竞赛四大专题中的一个 进入AMC10之后呢 实际上它有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很常用的技巧 叫做Stars and Bars Method 这个技巧经常就是用来 比如说把几个一样的东西分给几个人 比如说这个问题里面 How many ways can one distribute four symbols to three people 那我们假设这三个人是ABC 那如果A是零的话 那么BC分别可以是零四一三二二三一四零 有五种 那如果A是一呢 我们就可以列出后面有四种 A是二呢 后面就有三种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等于15种 那这样的话Counting也可以 但是如果用Stars and Bars Method 用来做比较大的数字 就比如说你有十个Ball 要分给四个People 那就要用一些比较高级的Counting技巧了 就是这个技巧怎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考虑四个Ball 那就是四个Star 然后分给三个人 那我们就考虑两个Divider 就比如说在这个case里面 这是四个Star 看这个情况 四个Star 两个Divider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A就是三个 B就是一个 C就是零个 三一零 那在这种情况呢 A就是一个 B就是两个 C就是一个 然后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是四零零 那实际上四个Ball 和两个Divider 就已经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情况了 那现在的这种Counting问题呢 就变成了说 四个Ball和两个Divider 一共有六个Object 六个Object里面 两个位置是放Divider 那实际上相当于 从六个里面选两个 那就是六乘以五除以二 等于十五 那如果是 比如说十个Ball 要分给四个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三个Divider 三个Divider 三个Divider 那么总共有 13个Object 要从13个Object里面选出三个位置 你们看这样很方便吧 所以这个技巧是挺有用的 那好 我们就来看一些真题吧 第十一题 What's the medium of the following list of 4040 numbers Medium 4040 那就是实际上 我们要找到第二千零二十个 跟二千零二十一个 然后把它们两个加起来除以二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它就是要把这些 要Medium就是把从小到大排列嘛 那有些个平方数 它都会放到排列到这个里面 那我们算一下吧 比如说45的平方 45的平方那也多少 等于2025 就已经超过了 那我们再算44的平方 1936 所以44的平方就是放在这个这个前面 在1936的前面 那么 所以 1936前面有44个数字 所以第1936我们可以认为是1980个数字 然后1937呢 是1981个数字 那我们想要知道第2020个数字是多少 那这里到这里是加了40 所以应该是1976 是第2020个数字 那2021就是1977 把它们加起来除以二 就1976.5 2086 a frog sitting at the point er la zuo zai er begins a sequence 的 jump where each jump is parallel to one of the coordinate axis has length1 and the direction of each jump is chozen independently at random the sequence ends when the frog reach the side of the square with vertices 00,04,44和40 What's the probability that sequence of jump ends on a vertical side of a square 那我们画一下 然后这个frog它开始在这 它一开始每个方向都是四分之一 那么它一开始四分之一就是落在这个vertical side了 然后我们看它比如说跳到这 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完全对称的 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 所以它跳到 比如说它跳到左边跟跳到上面 它这个概率是一样的 跳到下面跟跳到右边概率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在对角线上嘛 所以它这个有一半的概率跳到这个vertical 一半的概率跳到horizontal 所以比如说这个点它就是四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跳到vertical 同样的这个点它也是在对角线上 它也是一半vertical一半horizontal 这个点也在对角线上 也是一半vertical一半horizontal 所以就是这个四分之一加上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有一半的概率跳到vertical 那么就是四分之一加上八分之三等于八分之五跳到vertical 第十五题 我们看第十五题 A positive integer divisor of 12 阶层 is chosen at random What the probability that divisor chosen is a perfect square can be expressed as这个乘以这个 when where m and n are relatively prime positive integer 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把十二阶层先给它进行因式分解 可以分解成 二的多少次 三的多少次 五 七 二三五 七十一 然后十一一次 七十一次 五是五的话是 有两次 三的话就是十二除以三等于四 十二除以九等于一三的话一共有五次 然后二呢 就十二除以二等于六 十二除以四等于三 十二除以八等于一 二总共有十次 所以可以分解成这个 然后 它这个devisor一共有多少个呢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可以有十加一 乘上这个五加一就是六 再乘上这个二加一就是三 再乘上这个一加一等于二 再乘上这个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是它有多少个devisor 那么它的分子呢 它的上面就是 it's a perfect square 对吧 perfect square实际上就可以写成二的多少次 乘上三的多少次 乘上五的多少次 然后比如说五的话 它这个z是可以选零或者二 然后这个y呢 它可以选零二四 有三种选择了 然后这个x呢 它是可以零二四六八十 有六种选择 所以它这个perfect square上面就是 2乘以3乘以6 有这些个选择 那么mdn如果给它约一下的话 就是1除以22 所以m就是1 n就是22 那加起来就是23 现在开始难起来了 第16题 a point is chosen at random within the square in the coordinate plane whose vertices are 就是这几个点 0到2020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oint is within d units of a lattice point is the 2分之1 a point xy the lattice point of xy are both integer 那实际上就是 1乘1的一个整数个点 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 编长是1的一个点 它说这个point d is with 这个point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oint is within d units of a lattice point 就实际上它就是 这个是d嘛 这个就是它的probability within d units of a lattice point 然后呢 这边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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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四块加起来 这四块加起来是π乘以d的平方 是一个四分之一 然后四个四分之一圆就是1嘛 这个的面积就是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算d d就等于二分之一除以π 开根号 然后π差不多就是3吧 那么1除以6 开根号 1除以6差不多是0.16几嘛 0.16开根号就是0.4 好 第17题 define px等于这个 how many integers n are there such that pn小于等于0 那我们看 x等于1 是可以的 因为等于0嘛 x等于2 它这个是正的 它这个是负的 后面都是负的 所以它是小一共有50个数码 那就49个那就小于0 1 2 3 4都是可以的 像5就不可以了 因为5的话 它有两个正的后面都是负的 那5 6 7 8 是不可以的 那么9开始又可以了 9 10 11 11一直到16 一直到16 都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呢 7 7 5 × 1 halb 都可以了 这个25都是不可以的 就这个一直延续下去 那我们发现 比如说看这个 这个是等于四方减三方 再加上一个 然后下一个呢 那就是从26开始一直到36 就是六方减五方 这里是17到24 这里是25是可以的 那就六方减五方再加上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这个pattern 这个是四方减 这个是二方减一方加一 然后这个减这个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用平方差公式 变成四加三乘上四减三 四减三就是一嘛 然后这个可以变成六加五 这个变成二加一 所以整体就实际上就等于 一加二加三加四 一直加到最后就是99加100 最后还要再加上每个一 一共有50个一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知道是一加上100 乘以100除以2 等于5050 再加上这个50 就是5100 5题 How many distinguishable arrangements are there for one brown tile, one purple tile, two green tile and three yellow tile in a row from left to right? 那么它总共有 他说tiles of the same color are indistinguishable 那它总共有1,2,3,4,5,6,7 7个 那就是7的阶层的排列 然后呢 比如说两个绿色的 它本来我们认为它们两个是不一样 但实际上它们两个是一样 可以互换的 所以它自己互换 我们得给它除掉 然后比如说是三个的话也是一样的 它三个如果自己在内部互换的话 实际上都是同一种 所以还要再给它除掉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的计算是7乘6乘5乘4 后面除以321跟这个321约掉了嘛 底下还有一个2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10 420 第11题 Misc C asked her student to select 5 of the 10 books to read on the classroom reading list H randomly select 5 books from this list And the B the same What'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re are exactly 2 books that they both select? 那我们假设它这个H 选了A B C D E 随便选了5本书 然后再考虑B B它也选了5本 那么B本来是可以从10本里面随便选5本的 但是呢 它现在要两本跟它一模一样 那假设A和B一模一样吧 那这个是5本里面选两本 然后B剩下的三本是可以从剩下的5本里面随便选三本 所以这个就是probability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是5乘4除以2 就是10嘛 然后C53和C52也是一样的 也是10 然后再算一下底下是10 9 8 7 6除以5 4 3 2 1 这个我们要约一下 就等于63乘以4 252 所以上面是100下面是252 然后约分一下 25 6 3 Andy the ant lives on a coordinator plane that is currently at -20 20 facing east 它刚开始是facing east Andy moves one unit And then 他先从这个地方一个一个unit Then turn left 90 degree From there Andy move two units north And then turn 90 degree left Then move three units And turn 90 degree left Andy continue this progress Increase his distance each time by one And always turn left What's the location of the point at which Andy makes 2020's turn left 那他就是先这个是4 然后再是5 再是6 这样 那我们算一下吧 他这个水平先算水平方向的 他从他的起始点先加1 向右是加 向左是减嘛 加1-3 加5-7 然后最后是 一直到 加上 最后是2019和2017 我们看到除以4于1的是加 除以4于3的是减 然后再算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 他每个是-2嘛 -2一共有多少个-2呢 2020除以4 就是505 505 2020除以4 505 对 505 505除以-2 就是-1010 相当于从初始点开始 向左走了 1010 那初始点是-20 所以他最后变成了-1030 然后数字呢也是一样的 加2-4 加6-8 一直到2020 2018 然后这个是加 这个是减 最后也是-2 乘以505 然后是-1010 但他这里起始点是正20 所以他是-990 所以最终的答案就是水平方向是-1030 数字方向是-990 答案是B 好第16题 他说B和J play the following game on the closest interval 0到N of the real number line where N is a fixed integer greater than 4 4 他说N就是大于4 它是一个整数 They take turns playing with B going first At his first turn B choose any real number 这里real number很重要 就可以随便选在这个点上 They ask the player whose turn it is choose a real number that is more than one unit away from all real numbers previously chosen by either player a player unable to choose such a number lose using optimal strategy which player will win the game 那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认为先 一般来说很多时候是先选的赢的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吧 就比如说M如果等于5的话 假设N等于5 那么 就比如说如果B选在正中间 2.5 那么 J的话 比如说随便选一个 那B只要跟他选的一模一样 复制他的策略 对吧 然后 如果J有的选呢 那B也肯定有的选 如果J没得选了呢 那B也肯定没得选 但J没得选 那B就赢了 B就赢了 那实际上这个策略 对于任意的N来说都是可以的 你想想看 如果他刚开始选在正中间 那么剩下的J选一次B选一次 到最后J肯定是没得选了 所以B always win 所以B always win B always win 170个1-foot square tile A bug works from one corner to the opposite corner in a straight line Including the first and last tile How many tiles does the bug visit? 那这个我们先找找pattern看吧 就比如说 嗯 一个二乘以三的 你看他这样走过去 那就需要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二乘以三的是四块 是四块 然后就比如说你再画一个三乘以四的考虑一下 这样过去的话就是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三乘以四的是六块 那所以这个十乘以十七的肯定是十加上十七减一嘛 等于二十六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走一块就要么向前要么向上 所以他最终肯定就是要么向上要么向前 所以他最终肯定是把所有的十七个横的走完和所有的这个十个横的走完 然后因为有一个重复的 所以再减掉一 所以是二十六 好 第十一题 How many positive integers divisors of j are perfect squares or perfect cubes? 那我们先把这个英式分解一下 201可以分解成3的3乘以67 所以201的九次方是3的九次方乘以67的九次方 那这个perfect square呢就是3的这个02468乘上67的02468都可以 这个是比如说3的0次乘以67的二次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前面有五个选择 后面也有五个选择 那就是5乘以5等于25个数字 然后perfect cube就是3的0369 67的0369 所以4乘以4等于16个选择 那加起来就是41个 那别忘了还有重复的 重复的就是一个六次方吧 3的06和67的06 这个是有四个 像这个就是重复的吧 上下都算过了 所以16加25再减掉4 就是41-4 37个 A child builds tower using identity shape cube of different color How many different towers with a height of bar cube Can the child build with R34 两个red,三个blue,四个green 一个cube left out 那实际上我们考虑 如果把他们考虑都把他们红色 这个我们重题我们以前做过 如果把红色绿色蓝色都考虑成不一样 那么实际上就有9乘8 就是有9的阶层 那最后剩下一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就你可以考虑他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两个红色实际上 他内部红色两个换一下 原来我们考虑是不一样 那实际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要给他除掉 然后把这个3的阶层也除掉 把4的阶层也除掉 这个算一下 这个是98765 然后呢 底下除以2 除以3乘2乘1 这个算出来是63乘120 1260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